大家好,我是小乐 最近第五人格又来了一位新屠夫 他就是恐怖的修女监管者史图安 史图安长着长脖子,整个身体修长 身上携带着一只猫 由于一次奇怪的疾病让安的眼睛变得异于常人 更不幸的是,与这场变故一同来到的还有瘟疫 一病夺取了他父母的生命 而关于他是邪魔之眼的传言,也如瘟疫一般扩散 有些居心叵测之人甚至主张将他处死 安生活在恐惧之中 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刺激着他脆弱的神经 让他自己都开始对那个传言将信将疑 一个无悦之夜 无法入睡的安想要前往圣堂寻求内心的平静 然而,在即将到达之时 一根木刺穿透了他的心脏 冰死的安被弃于荒野之上 弥留之际,他感到有一双特别的眼睛 在夜静之处注视着他 只是逐渐涣散的意识 已让他无从分辨那到底是神迹的救赎 还是邪恶的感召 无限的接近太阳 就等于无限的让自己受伤 坠入黑暗 深渊万丈